长期资助任养复理地区孩子的新竹乐立福人社 得知任养的孩子里面部分都是地震受灾户 心里头很舍不得 由于这十位孩子在校成绩也相当的优异 有两位学生分别是荣获了县长奖和乡长奖 10月3号一大早呢 他们特别来到东里国中和孩子们见面 也把奖助学金送到孩子手上 鼓励学生们继续认真读书做个好孩子 长期资助任养复理地区孩子的新竹乐立福人社 得知任养的孩子里面部分都是地震受灾户 心里相当不舍 由于这十位孩子在校成绩相当优异 也有两位学生分别荣获县长以及上长奖 10月3号一早特地来到东里国中跟学生见面 并且也将助学金送到孩子们的手上 那我们一直认为 就是我们将来要改变我们的人生 那最起码就是教育 它是一个翻转最好的途径 就是你起码就是你们在功课上面 希望你们都能够跟得上 那你们在学业上能够突破 那将来你们在社会上遇到各种困难 你们都有办法突破 福人社鼓励学生想要翻转人生 就要好好认真读书 勤奋上学 校长也很感谢慈善团体 能够给予学生正向的支持跟鼓励 一般在学校我们在办学 那在社区的连结部分我们很努力 最近因为灾损的问题 有一些的家里面 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尤其更感受到 不管是乐力 还有我们的领准预言 到这边来给我们加持 那我们希望这个爱心人涌传 那这个情依能连结 校长表示会继续教育学生 将来学生们出社会 也可以用感恩的心去回馈社会 来帮助更多的人 记者高雄双富丽乡采访报道 记者高雄双富丽乡采访报道